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国 刚刚从酒店里起床 这下面就是酒店的游泳池了 现在先去吃早饭 跟着我身边一起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开始吃早饭了 现在在泰国街头 你看泰国的房子非常有意思 上面还是很多这种电线杆 好多电线都挂在马路上 就像几十年前的中国的感觉 往前走 泰国这种就是加油站 旁边就是摩托车行 50泰铢一瓶 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饮料 鸡尾酒 然后这是汽油 91号 95号汽油 它们是用玻璃瓶装的 你要一瓶的话 它直接给你来一瓶到摩托车里面 泰国超市里面看到这种泰国舌粉 大家看这个舌粉 好像说是泰国很老的一个牌子 有三种 这个是那个Classic经典款的 还有这个樱花款的 有这几个款式的 那这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每款上面的凉度是不一样的 这是四线的 Classic的话是 新数最高的 拿出来看一下 最凉的就是这个了 如果你夏天怕热的话 涂一点这个据说可以防暑 然后上面的话还有这种喷雾 喷雾的话携带比较方便 直接可以往身上喷 这个是150泰铢 然后舌粉的话是65泰铢一瓶 这个泰国超市里面 大家看这水果 都一盒盒给你剥好的 什么石榴 芒果 哈密瓜 这是柚子 全都剥好的 还有榴莲 看的都很爽 这里都是一排 全部都是 这什么火龙果 各种乐在水果 芒果 这里还有芒果糯米饭 来泰国如果没吃过芒果糯米 等于是没来过泰国 我们现在刚刚从江西人出来 江西人就是一个大商场 大商场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泰国的街头 街头的话主要是看这些路边摊 这些路边摊感觉也比较有感觉 好我们先去逛逛这些路边摊 绿原色的绿原色这种嘟嘟车 泰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种交通工具 但是基本上都这种车都会被窄 上车的时候跟你说100 下车就变300 400了 所以不建议做这种堆堆车 好我们现在来到泰国这样一条小街里面 到处都是这种广告牌 很多这种按摩店 非常地气这些店 还有很多都是中文的 基本上都能看到点餐牌 很多店门口都有中文 因为估计这边很多中国的旅游客 导致这里很多广告牌 菜单上面都有写的中文 路边这种小车子里面 它就是这种快餐车 泰国的这种煎饼果子 也是一个小的模具上面 放在这个面粉 然后这里面鸡蛋直接打碎 跟我们手法有点不一样 我们直接打在饼上 它在小杯子里面打碎 拿个小叉子抹匀了 然后这边有各种酱汁 应该酱汁涂在上面 泰式煎饼果子 四十台出一个 这位大叔做得很认真 走了走了 刚走两步又发现一个小摊 这个小摊又是卖什么东西的 我们来看一下 十五泰铢十泰铢一个 这什么东西啊 感觉是煎熬 感觉是开爬 就是那个 开爬绿色的还有黄色的鸡蛋饼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海鲜市场 什么班萨海鲜市场 据说这个里面的海鲜非常便宜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边的海鲜市场 我们到了这个市场里面了 一进来就是卖各种各样水果的 据说这些水果非常的甜 非常便宜啊 一百泰铢啊 对啊便宜啊 便宜啊 对啊便宜啊 这个是山竹 Avokat 这个是蛇皮果 蛇皮果在一带六十泰铢啊 这个是什么水果 鲁果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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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龙虾 哇 皮皮虾 看一下 哇 这个皮皮虾好大 这个皮皮虾 青龙 这边都是卖海鲜的 螺 皮皮虾 小青龙 哇 这个鲁果好大 这个鲁果 皮皮虾 皮皮虾 看一下 看一下 哇 这皮皮虾好大 还有红色的大虾 这个应该是越南厚 这国内的话 这个是禁止食用的 但这里他们可以吃啊 这个厚 这叶子鲁果好大 这个 好大 好大的叶子鲁果 好大 哇 好大的皮皮虾 这个 龙虾 它是300泰鲁一斤啊 青蟹也好大 这么大个钱 青蟹 这里价格都在这里 大青蟹 好大 大青蟹 哇 大青蟹 拍一下 我老婆又看中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看中了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来一杯绿绿的 好了买完了 小姐姐找我们钱 这小姐姐长得好漂亮呀 蛮好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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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小黄瓜 各种各样的香料啊 这都是 泰国人做菜的话 会用到很多这种各种的香料 小柠檬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 小番茄 这又是什么菜呀 哇 各种各样香料的味道 这里 市场 对面就是一个泰拳馆 在泰国的话 泰拳他们也是非常有名啊 发源地啊 泰拳馆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这些小车上面卖的 卖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小车来看啊 这里好像是现切水果 芒果 西瓜 小菠萝 当场给你切开来 哇 都是冰镇的 放了好多冰块啊 这里 然后这边是什么 这好像是卖各种 凉拌菜 凉拌菜 各种蔬菜 腌的鱼啊 什么的 一袋一袋都给你放好了 这边是烧烤啊 摊位后面就是小烧烤摊 有鸡肉 有鱼 好 我们去看下一个摊位 我们又来到下一个小摊位了 这也是卖这种凉拌菜的 还有什么泰国小粽子啊 咸鸭蛋 哇 这边也是烤鱼 烤肉 这边就是卖炒菜的感觉 各种小料啊 这里 小肉炒完之后 他直接给你炒啊 感觉是蛋炒饭的感觉 对啊 这边都是当地人来消费的 炒饭 最后一辆小车 他们小车旁边 他们小车旁边就是个摩托车啊 开了摩托车就来做生意了 这好像是卖各种奶茶的感觉啊 泰式奶茶吗 那这个是丝袜奶茶 好走走走 找到一个这样的路边小摊啊 好像是卖这个仙草的啊 跟他一阵沟通啊 20泰铢啊 我们来看这个帅哥怎么制作 我们的杯子里面放很多的冰块 然后加上了神秘配方秘汁啊 最后来给你来一勺红糖 无限循环杯啊 盖上个盖子 吸管安排 再来一个塑料袋 不是袋 是碱头上的 OK OK 搞工 搞工 好了 我老婆最喜欢吃的仙草 好喝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我也要试试看 来试一下他这个 天草好不好吃 哇 偏热的时候来一杯 还是非常的爽啊 泰国啊 必须来尝一下他们的泰餐啊 这里的泰餐上面都有中文啊 每一页都有中文标识啊 虽然呢翻译的不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基本上能看得懂 好我们现在就去吃这家 我们现在出租外边逛了一下 回来啊 现在还没带小朋友来游泳啊 在这个路边小滩啊看到这里有买榴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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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标了价格不好的也有啊 290-360都有啊 我这也买了一份啊 这里有整个的榴莲 整个榴莲是181公斤啊 好边走边吃边走边吃 来到这个晚上的这种泰国水果摊啊 这边又买了几个芒果啊 65泰铢 1公斤啊 然后她这边的话 这个阿姨啊 现场就帮你切开来了 直接切开来打包啊 这娴熟的手法 夸夸两刀就直接给你切在杯里了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胡子老爸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点赞、加分析 是Bizu 在Bizu Bizu 我 投ала 在Bizu Training 是 我们 我们 不管 一定 这是 vimos 看 我们